与丁密19日在台北小巨蛋开唱 再唱完多首经典族曲 清风话才讲到一半 就突然在台上做事把耳机大喊 你不要一直在耳机里面讲话 很吵也烦死了 原来是在对耳机内 平平说话的工作人员开玩笑海声 欣宜也笑说耳机里一直听到有人猛夸 与丁密真的是行走CD 实在是有够逗趣 当唱到在世界的镜头大声的说我恨你时 于丁密全体成员突然在台下搞笑大喊还钱还钱 逗得全场歌迷笑饭 清风还一脸无辜的说我没有说什么 并说歌迷可以在脑中想象最讨厌的人 借此来深泄不好的情绪 同时还带领着全场万名观众 齐声呐喊我恨你 让现场气氛气势都害到不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